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与日本首相野田街宴会面 在野田9月出任首相以来 首次与胡锦涛举行正式会谈 日本自卫队正在九州附近海岛 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演 两国领袖在会谈中 没有具体讲到这次演习 胡锦涛表示 长期以来 中日在处理两国之间敏感问题 累积不少共识和谅解 应该继续维护和遵守 他就发展双边关系 提出了五点意见 保持高层交流 增强政治互信 深化互利合作 打造合作两点 扩大人民交流 增进友好感情 推进区域合作 加强国际事务协调 妥善处理分歧 维护稳定大局 中日在东海游戏填开法 存在主权争议 野田佳燕表示 希望东海能够成为和平合作 和友好之海 希望中日能够尽早恢复 有关共同开发东海游戏填的谈判 签署合作开发协定 胡锦涛没有作出积极回应 只是表示 两国有必要为重开谈判 加强交通 两国领袖同意强化战略互卫关系 迎接明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40周年 野田佳燕也接受北京邀请 将会在年底访华 中日恢复邦交通